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但每年北美华人界的春节盛世 华人工商大展仍然照常举办 商家聚集各种热闹的活动 买年货看表演就像回到家乡过年 北美许多教会及机构也携手参与 把握机会传平安盼望的福音 这个工商场的老板 他是一个前省的基督徒 因为他对神的一个敬畏 所以每次在他的商场当中 他都会把最前面的舞台 把它腾出来献给神 我们除了在台上 跟大家分享四个之外 我们也希望台上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 所以我们唱中文的 有广东话的 有国语的 也有英文的歌 因为福音是不分人种的 那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华人工商展餐展 大伯家真的是很辛苦这样子 在这种天气啊 在疫情之下 为大家表演 然后我们在这个表演之下 也感觉到就是心情非常的平静 然后很愉悦 而春节期间 华人教会也推出各种 线上福音步道节目 有音乐表演及信息步道 让大家在线上也能欢乐相聚 美国在一月中 疫情一度达到每日新增 百万确诊案例的高峰 疫情下平安过个好年 是许多人的心愿 以上是北美好消息 洛杉矶采访报道 有点赞访报道 有点赞访报道 也有点赞访报道